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八卦理事会,我是叶欣 12月5日,李文老公,岳玉民被传婚便,首露面 两个肩发闭眼的女儿穿泳装陪她一起出海游玩 众人打扮清凉,让人误以为这是在夏天 女儿曾分享的若干章传拍照片 证明众人是在冬季出游 照片中,61岁的岳玉民戴着墨镜和帽子 身材繁复正纹横生,衰老得非常明显 但有两个貌美如花的女儿陪伴,岳玉民笑出一点褶子 游艇上出现不少男男女女的身影,唯独不见李文 自从今年7月,传婚病以来 李文和老公已有五个月没有同框合体 已由过去的四人形变成三人形 李文微博翻文也在表明 近期并没有和老公妓女一起忙于事业的她 总是以最好的状态示人 完全感觉不到家庭方面的压力 不过,岳玉民女儿和后妈李文的关系变得疏远 自从父母传出婚变后 他们就没晒出过李文的照片 李文原本一直会点赞女儿的翻文内容 如今却改变了这个习惯 过去一段时间,大家都非常羡慕岳玉民 不仅就用40亿家产,育有两个高颜值女儿 还迎娶小16岁的流行天后 甘愿为她放下工作,一同抚养小孩 这段让人艳羡的婚姻一直危机重重 结婚9年,两度传出婚变 每次均有李文出声辟谣 老公似乎并不开心 今年7月,李文发文 要一致破碎的先灵 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时间的 惹争议,港媒用大标题 9年婚姻有小三 李文惊爆婚变 瞬间引爆网络 事后,李文姐姐回应 上周还和妹妹妹夫用餐 但又说就算天天见面 也不代表没事 就连作为经纪人的亲姐姐 都不了解妹妹的婚姻状况 让人匪夷所思 李文在神医五天后 才正式地澄清传言 我和过去一样 仍然在被爱与爱中 练习更好的可能 对于为什么要发布悲观言论 李文没有过多解释 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她已走出悲观情绪 恢复开朗和健康的心情 但和丈夫及妓女的关系 似乎变得非常微妙 李文给世人的印象 一向是性感撩人 身材活赖的油物 但是国际范儿的李文 并不是花架子 其实力足以支撑 她笑傲乐坛 1975年李文出生于香港 9岁时李文随母亲 移民美国旧金山 高到美国时 没有英语基础的她 刻苦学习 在第一学期 便成为了模范生 高中时期任排球队队长 大学时期连续四年 任学生会会长 1991年16岁的李文 代表学校参加 美国妙龄小组选美 获得冠军 次年参加美国加州 地区歌唱大赛 并获得了冠军 1993年 18岁的李文 回到她的故乡 香港并参加了 香港TVB举办的 新秀歌唱大赛 一举获得亚军 从此开启了 她的歌手生涯 从19岁发行 第一张唱片 到23岁发行的 音乐专辑 滴答地暗示 在全亚洲取得 180万张销量 并在台湾举办 万人迷演唱会 四年间 李文创造了 属于她的高光时刻 23岁这一年 李文接连为我们 带来了滴答滴 好心情 宝莲登主题曲 想你的365天等 筷子人口的歌曲 至今传唱 同样是1998年 王力宏凭借公传自传 获得广泛关注 她比李文出道晚一年 但同属于一个唱片公司 所以对于这个同门师弟 李文很是照顾 也经常一起交流音乐知识 而且在一次节目中 节目组玩配对游戏 让李文选择 于成庆陪她 刘落荒岛 王力宏陪她 笨猪跳 周杰伦陪她唱K 以及帮武健豪按摩 最后她选择了王力宏 并解释到 王力宏能给我安全感 如果说跟王力宏 是点到为止的话 那么李文跟同门师兄 张瑞哲的恋情 就有点轮廓了 张瑞哲是一个演员 跟李文在一起呢 也是因为个性相投 在外界看来 演员配歌手 再合适不过了 金铜玉尼的帽子 就给他们扣上了 然而好景不长 随着李文事业名气的上升 张瑞哲渐渐跟不上他的节奏 毕竟同在一个娱乐圈混 差距感让他对李文失去了感觉 最终李文在新专辑发布会上 自曝被张瑞哲抛弃 并暗示他劈腿张慧妹的妹妹张慧春 而且李文还发布了一首新歌 Gotta Clue 虽然后来李文澄清 这首歌是根据朋友的经历创作的 跟张瑞哲分手是因为个性不和 而李文也没有被这段感情拖累太久 2002年在拍摄《有你就够了》的MV中 与安智杰相识并很快相恋 原本是调酒师的安智杰 学生时代当过赶脸球运动员 身材高大威猛 堪称行走的荷尔蒙 但那个时候的安智杰还是个穷小子 事业没有现在红火 在外界看来 一个是歌坛天后 一个是出出忙碌的穷小子 安智杰一定是贪图李文的钱 两人也是顶着巨大的压力在交往 安智杰为了粉碎质疑 他拼命的工作 出道的第二年 在参演《害上班女郎》和《棋逢对手》之后 就凭借《少年安华》夺得了第二十三届 《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人奖 这样一来 两人的感情本该进一步发展的时候 李文却表态了 他太年人了 原来在交往期间 安智杰对于李文是一种痴迷的状态 要求日渐夜渐 就算是热恋期 作为艺人的他们 本来空闲时间就少 再提出这样的要求 确实有点过了 在李文看来 安智杰更像一个孩子 冲动过后发现 他不是自己想要的 2004年 2004年 李文在一次聚会上 终于遇到了自己的真秘天子 Bruce 关于江南大人Bruce 李文是这样的评价的 Bruce 大我16岁 他最让我欣赏的是 他是靠自己的努力取得今天的成绩 他以前是一名网球教练 家里也不是特别有钱 在香港叫人打网球 后来对经商感兴趣 就从头开始 Bruce 不仅离过婚 还有两个女儿 但是促舍不差钱 李文跟他恋爱期间 把重心全部放在男友身上 每周三四 雷打不动的 飞回香港陪男友 本不会做饭的李文 为了男友以及其女儿 学会了这项技能 为了给Bruce 办生日party 李文甚至提前一年 去筹备 用他的话说 我是把他当作一个演唱会去办 比如什么颜色的餐桌 什么颜色的地毯 想到螺丝怎么放 我都会去做 重要的是 我帮他找到了 三岁时喜欢的女生 并邀请了他 我还把他的故事 做成了一部电影 在派对上放映 那一天 他在天台哭了 看到这里 你有没有被感动到呢 我还把他当作一个地方 我有没有被感动到呢